D100提供一个网上广播平台 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其个人节目 各主持人与D100并没有固容关系 所有节目内容只代表主持或者嘉宾个人意见 各人自负言责,不代表本台立场 D100尊重及珍惜言论自由 亦都关心与爱护所有自己有 因此D100是不赞成、不鼓励主持人及嘉宾 在节目中推介任何投资或相关活动 各主持人若透过他的节目或者其他渠道 所涉及的任何商业或私人活动 概与D100无关 D100并建议自己有 不要轻信中介因此而蒙受损失 如有任何投资资讯直接或间接 导致听众蒙受损失或损害与本台无关 D100也不会负上任何责任 虎炮烈旗主持江少 D100并建议自己有任何投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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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新一季第一集的虎炮烈旗 在这一集里面这位嘉宾就是Tommy 很感谢你今天上来 有些如果熟悉网台的人都会知道 对你有些基本认识 但在D100的听众里面可能对你未必会清楚 不如你自我介绍今集的嘉宾 你以前曾经是懲教署职员 是 没错 后期因为有些官司的问题 你由一个懲教署职员 就变成一个在里面坐的监犯 还要坐两次在同一宗案件里面 但后期又很有趣 出来后 因为我对你认识不是在这方面 是动漫方面 因为我是动漫出身的 你玩具和动漫节目 加上原来马榮成先生马sir 我们叫做《风云厥》 你也有份去参与过 不是有份 我是监制 监制 所以整个人生经历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这一集里面很感谢你能够上来 做我们的嘉宾 从零开始说回你的过去历史 而且我觉得你的故事很有激励性 是吗? 好的 当然有办法 对了 我想问一件事 你是读书时 那时候你是因为生活而考程教署 还是你那时候想打政府工的? 或者我从头说起 是 我叫Tommy 对了个咪 对,我叫Tommy 其实我上过来一百多次了 是 也很久之前 跟这里的朋友也有交往 你刚才问我 是否在读书时很喜欢做政府工 老实说,其实我是一个小屋 是 很内向 读完中学,当然读书不成 读书不成 成绩是科科担剔 有些甚至是不会考 那时候香港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 1882年,终于谈判的时候 我做过很多工种 做过很低下的清洁工人 做地盘,做过很多东西 有同学说不如试试去考警察 但是近时 近时 不如去考審教署 審教署,戴眼镜也可以 是 姑且试试吧 完全是为了卵食 卵食的? 完全为了卵食 那时候对于监房是一无所知的 一无所知 基本上是进去看看如何 请才算 以前那时有些人说 要不是陪伴那些人一起坐牢 就算做承教署的职员 是 你坐多久就看着你 我自己也坐在一起 不是的 其实是他们这样的比喻 是 我在入职之前 是没有任何这些想法 是 因为 即是一份工作 也不知道是否请 是 那时申请的时间很长 由我派职开始 到真真正正的驗身 都一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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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驗身后未必请你 还要等多半年 他才说 你 请你 整个过程都到了一年多 所以没有任何想法 进去是否陪人坐牢 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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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做 是 找食 你认为当时入职的条件 会否是你做这么多的工作 最好的 当然 当然 那时候我记得我做… 80年代一般打工仔薪酬 是四位数 不至五位 当然没有,一定没有 我入职是两千多元 只是两千多元 但我在外面也是赚一千多元 也算是… 好一点 好一点 还有就是铁饭碗 是,当时是铁饭碗 是的 所以进去就受训 受训了大概三个月 一月出来就开始做一些工作 然后再去一个叫做 通过程序 很幸好我没有在很远的地方 派外很远的地方 我在一间叫做 维多利亚監獄 做了四年 即是现在的大館 是… 做了四年之后 我就认识了 由82年入职至86年 认识了 但你所谓的受训过程 三个月 是 训练了什么 那三个月是难度过的 不难 最初当然是难度过 因为里面的教官很凶 其实只是扮演 你要接受到这种态度 你才能面对那些犯 可以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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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些教官 最初是很严厌的 但熟了之后 其实都是得过扯过 总之你达到他最基本的要求 他都会让你分辨 分辨 但是那时候的竞争 不算很大 什么叫竞争 我到80年代后期 我中学毕业 我不知道做什么 我真的试过考差佬 是 但是我不见了一张成绩表 成绩不好 我就扔掉了 我没想到成绩不好 都要留一张成绩表 是 没错 我没有成绩表 原来他证明不到我在香港读书 是 他说你回到保嶺 现在学校就收拾了 收拾了 那死了 宣誓行不行 宣誓不接受 那时候我曾经有想过 程教署 消防员 什么都去云 原来发现他们都不接受宣誓 是 我记得那时候 八九年 类似 八八还是八九 类似 他说不接受宣誓 规范了很多 是的 我变成不能入行 否则我真的 先进去铁饭碗 因为那时候殖民地年代 都算是一进行 就不用担心了 所有事情 你要规矩矩矩 是的 你近乎可以做到老 然后还有长房 有什么 后面都不用管 没错 不用休息其他 你升不升职 这些是后话 但是那时候你过到 你第一次去 真的 你竟然第一天上班 真的派到监狱 你是负责做一个 什么部门的工作 有所谓的事间 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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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每一个崗位不同 你试一下 是的 去跟一些正规的职员 去观察一些事情 其实不用怎么做 不用怎么做 到正正式式 你真的确定了 你真的操线了 你真的操线了 真的派出去做一个崗位 是 其实最大的 最多的可能 就是做Bellboy 是 就是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动杂 就是在一道杂 是 监房的杂 现在可能有些是自动杂 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是一定要有一个职员站在 有条铰匙 那条铰匙大概是一尺 一尺长的铁肢 是 要开门 要开门 就是在开门 我们所谓的Bellboy 不算是门银 怎么说 其实是没有工作 很沉重 不会说你第一天就要看饭 或者是怎样 不会的 一定是你没有经验 一定是给一些 轻轻一点的 不会有什么的光位来做 不会有什么的光位来做 那开门 或者叫做Patrol Patrol的意思是 在一个范围里 你走来走去,巡巡 如果以一个懲教署职员 是 那铰匙有没有跟你说 记得进来 你都会有一些 要注意一些反 某几个重要的点 是要留意他的东西 那是 不要拒絕的东西 那多数的几点是什么 留意反 在学堂已经是 叫做教了你 叫做说给你 有什么 几点 其实没有 反就是反 是 是 你留意他的情绪 叫做… 就是不要跟他正面冲突 你不要什么 没有说正面冲突 如果他犯事 你一定要去行动 是 老实说 我在这里 不是一些诋毁 情教署的职员 其实你刚才所说 是否好像陪人坐牢 某种程度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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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犯人是 刑期很短 你进去的时候 你看着他进来 你看着他走 是 他日上的时候 你便要看着他 那是否你陪他坐牢 某种程度上也是 某种程度上是 你刚才说到 有什么特别注意 就是注意一些情绪 他們持有的情緒 還有盡量不要令他發生麻煩的事 不要令他發生麻煩的事 坦白說一句 就是所有的懲教署職員 其實是上班,想下班 是 不要發生任何事 是 當囚犯是看管他們的貨物 心態是這樣的,只是貨物 不要發生事,我準時下班 如果發生事,我就不可以準時下班 大概是這樣的心態 例如你遇到一些 其實他不會有大反抗的事 但有一些不太服從性 會不會就像學堂所說 等於大警察對著你 說很兇地對你 其實你對著一般的犯人 會不會有指引 你盡量… 你看到一些不太順懶的事 你只是提點他 你不能用一種很大聲 很嚴厲的語氣跟他們說話 是這樣嗎?這件事沒有挖一 反過來,你剛才也提出了 我也不太跟大家說 我也是坐牢的… 我用籌犯的心態 如何看待職員 坦白說,我剛才說過 職員是上班或網上班 上班或網上班,不要發生事 他當你是貨物 你也當他是大行的管理員 是 但我想百分之九十的職員 都是這樣的心態 但有十個百分之可能不是 有十個百分之可能是發洩的 不是發洩 他可能是真的非常投入這份工作 亦非常嚮往他做警察的身分 是 他每次都能收拾 我們看到,即是投籌犯 看到警察就要避開了 就要避開了 即是你不要… 即是你不要在… 熟語說,很容易炒車 不,我們叫做跳濟 跳濟 這些警察會跳濟 是 突然之間,他就會登行腳趾 說哪條例…不行… 甚麼都不行 你不聽的話,他就會拒罰你 會懲罰你 會登行腳趾,按正所有例去做 這些其實我們叫做跳濟 要避開… 因為怕他一跳濟 不知道有甚麼衝突 你又控制不到場面 不…控制了場面 其實…我相信囚犯也有情緒 囚犯的情緒是… 負面的情緒當然很多 是 沒錯… 如果你有一個預算跳濟 其實你和你所說 我怎知道你們兩者碰在一起 其實知道的 有很多犯人 因為警察,即是職員 對那些犯人 每一天只是七、八個小時 但那些犯人對著警察 是24小時的 所以那些犯人 是很知道警察的性格 甚麼品性 甚麼品性 遇到…我們叫做登行腳趾的警察 他也不會惹他 盡量避開 他也會避開的 犯人盡量不要…不要搞了… 不要避開他 是… 警察,在那邊你反過來走 是… 大概就是這樣 是… 即是兩者如果大家知道 其實很少會有… 即是那些做戲這麼做的情節 又不是那麼容易發生得到 做戲這麼做是監獄風雲 是…有很多片 甚麼一肉一世界這些 一肉一世界 好,應該這麼說 監獄風雲和一肉一世界的情節 是真的 不過就誇張了十倍 誇張了十倍以上 即是做戲嘛 做戲一定要誇張 是的 其實你先不要理解往後 在你那段時候 你是82年至86年 入職是做了四年 其實你為甚麼一個鐵飯碗… 真心的一句 我現在也五字頭 其實我每一份工作的過程 我到今天 你說我幸運也好 不幸運也好 由我做漫畫開始到現在 其實我所有的事都是被動的 是… 是環境令到我轉行 是… 我不是一個很… 很積極、很有理想的人 是… 但在當時你來說 入了政府工 如果給我的心態來說 我儘量以不便應萬便 是… 不動的 是… 為甚麼你做四年會離開呢 其實… 很簡單而已 因為認識了我女朋友 即是現在我老婆 是… 懲教署有一個規定 就是在你一生服役的時間 有三分之一是要搭船的 即是去離島 去離島的那些監倉 我做了四年 在中環上班,在大館 下班很方便 是… 亦都計算到可能會要調去離島 是… 而且坦白說真的很悶 是… 做得很悶 有些時候又跟警察撐著頸 那時候認識了我太太 我認識了我太太 你也知道紀律部隊的時間 都挺規練的 是… 如果我調去離島 那便會甩拖 因為調去離島 一個星期是私養額 放一日假 是… 即是回家 即是好像去露營一樣 那時大嶼山是沒有青馬大橋的 即是你去到… 如果你… 即是住宿有宿舍嗎 有宿舍 如果你放工,要回到你家 然後第二天上班 基本上你沒有私人時間 是趕不及的 通常很多人都在裡面住 放假才會簽出來 這樣就一定會拖 還有一個環境就是 那時經濟氣非 那時經濟好 即是容易在外面都可以找 那我有一個朋友… 不是我朋友 而我有一個同學 看見他有些發展 好像也不錯 那便辭職 那位朋友說你辭職後 你過來 我帶你去入行 是做一些玩具行街銷售士 那便開始有另一個生涯 但那時我知道 因為我自己當時也有想過 只要是政府工就可以了 但其實如果你入了懲教署之後 其實你沒有想過 不如我調去消防 或是我調去做警署 因為你入職再內部調都容易 都可以避開離島的問題 反而你往後不太興趣 再打政府工 第一,也有近時 你去不了警察 你去不了消防 唯一的途徑是去海關 海關 但當時其實海關有很多人 很多人 而且始終… 我覺得當時做紀律部隊 反而覺得好像沒什麼前途 雖然我離職時 已經是我入職的薪金一倍 當時離職時好像四千多元 我出來做一些逛街的工作 只剩兩千多、三千元 只剩兩千多 即是入職倒退了 但是自由度就大了 自由度就大了 開始過另一個人生 譬如說你入職後 對不起,你出來轉了行 那你轉行的過程 我想你二十多歲 都不會說適應不了 都有一段時間 也算是有一段時間 都需要時間適應 因為那時二十多歲 其實轉工就好像很平常事 不是,你做習慣,你威慣 你做習慣,因為你威慣 即是你由一個很安穩 忽然間如果你要再做 你要面對客人 即是叫服務性行業 沒錯,我們逛街 我們要拿著這些東西 逛街那時候要追溯的 你也要? 當然要 那壓力跟政府工相差很遠 追溯又不是很簡單 追溯,他們的店舖會賺錢 是… 為什麼後期 因為我看到你的過程 是隔了二十年後 二十年後 因為你自己惹了官票 因為你惹了官票 就要再進去 你有沒有等那次的官票 為什麼你會怎樣說 因為你有幾次的訪問都說過 其實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中了 是… 那時候是…為什麼呢 說回長一點 我同學帶我入行 去一間玩具公司逛街 幸好這間玩具公司 當時的規模很小 也幸好 我們叫做幾師兄弟 就在同一個老闆 幫那個老闆 叫做幫那個老闆 不是同一個老闆 幫那個老闆在日本 拿了一個很知名的品牌 是… 來到香港發展 叫做水藏船高 職位也有升… 有升有降… 不是有升有降… 我在一年之內 是升了三次職的 是… 在一段時間… 做了一段時間之後 商業問題 我也離開了 離開了之後 我去了另一間公司 但是不同範疇 是做露營大戲的時候 做露營大戲 當時也很成功 我也做過 做露營大戲 是嗎?還可以的 玉華先生是我舊老闆 是嗎? 阿楞帶原來是你老闆 是… 我叫他入了影視行 叫他入了影視產業的行業 是… 入了影視產業的行業 一直就… 接著我亦遇到我舊老闆 我舊老闆就說 你離開了之後 沒有人幫忙 不如你回來幫忙 那時以一個合作形式 不是打工的形式 我亦都是… 在我舊老闆的支持下 我做了第一範的生意 在做批發和做零售 做批發和零售 同一時間 我亦都在林璐華先生的間公司 認識了一些朋友 他們的朋友亦都是… 之後出來就開了一間… 不,之後他想自己開創業 問我有沒有興趣 我當時在零售和批發 都算是賺了少許錢 是 好,一起加分做生意 即是有本錢 是的 在同一時間 其實我在影視產業 以及在玩具業 都有… 同步發展 叫做Home Entertainment 也是有兩範生意 是的 好,到了2002年 我做玩具的生意比較適微 我全新投入做影視產業方面 但當時要做影視產業 我們主要是發行動畫 當時做發行動畫 也蠻好賺的 買日本的動畫出來發行 是… 當時我記得 公其中的動畫都是我們發行的 是 很多… 當時亦久了 發覺會否試試找一些題材 做香港的動畫 當時很少這種動畫 嘗試這方面接觸 過程很漫長 我又不說 最後就是… 我們在大陸收購了一間動畫廠 動畫廠 公司 開始踏入動畫的階段 過程也很漫長 認識了很多漫畫界的前輩 馬慧成先生 黃學羅先生 肥良 黃澤 海虎 很多名牌 很多名牌 跟他合作過 當時是2002年 2003年 似乎好像做得有聲有息 似乎好像賺了很多錢 有一些金融界的朋友 派對時 你可以嘗試搞賞事 是很流行的 10個個個都很喜歡這樣說 試試搞賞事 這樣做賞事 那時候感覺上 我們很遠 我們那些小屋邨 怎麼搞賞事 他們來訪問我們 你們有品牌 你們做風雲 你又做郎先生的東西 又做洛夫子 說你們好 那時候因為貨網股 貨網股爆破之後 就叫做創意產業 創意產業 政府大力鼓勵 傻傻就好 我就試試 一試 很不幸 那時候有另外一個行業 香港有一家比較大的動畫公司 就爆煲 這裡可不可以開名 可以… 不,你比較隱喻 如果你不想 不,這是事實 然後是外購數碼 外購數碼就爆煲了 那家公司已經不賺到 被李嘉誠收購了 不過後來就倒閉了 外購數碼還在這裡 還在這裡 然後轉轉接接 被國企收購了 搞不到上市 在第一次搞上市的過程 就我們叫做… 叫我們去搞上市的 我們叫做財棍 金融財棍 不是金融財子 中間有些過程 因為要適合做數碼 還有我們私人借了很多錢給公司 在上市的過程 說你不行 上市去亂交所 你不可以說股東借很多錢 欠很多錢 你自己掩蓋一些數碼 怎樣掩蓋 你自己想辦法 開單就行了 做了這些比較敏感的事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大家不要拿回那些錢 你那些錢你拿回吧 後來不能上市 在上市的過程 其實我們引入了一些VC 那些VC上不到市後 也有合作 但後來因為商業的勞向問題 有些不是很開心 就翻臉了 他就調查這些數碼 覺得這些數碼好像有些問題 去一些檢舉單位 ICAC 去檢舉 我落入了一個官司的階段 就是這樣 但你落入官司 想著可能那個過程 你會覺得很煩 怎麼辦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 因為這宗官司 你竟然會成為 會… 臭肉之災 好的 先說回心路歷程 當時當然很晴天霹靂 為何發生這樣的事 原來不行 原來是這樣犯法 因為黃先生當年也是這樣而錯了 他以為自己是上市公司主席 我是老闆 我控制到 因為他30多歲就上市 他連累了妹妹 他到現在都說很後悔 我沒想到原來上市公司 有很多事情不是那間公司 自己還是怎樣做都行 沒錯… 個人就是個人 公司就是公司 但因為他是百手興階 他不知道 哪怕那間公司是100%的 這樣也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因為黃先生這次受到一個很大的教訓 最差的是金額不是多 我相信因為他根本不認識 是 他哪有認識 我英文也不認識 黃老郎先生是… 不,你已經說了,你已經不討論了 不討論了 我的過程大概就是這樣 中間我的金額當然比黃先生少很多很多 就是四十多萬的事情 是… 原來是這樣的 我在檢控過程中 我也找了律師團隊 律師團隊很肯定地跟我說 你一定會脫掉的 脫掉的 可以的 打下去吧 打下去吧 當時他說 他們… 所有律師其實都不會告訴你 有多少成是可以的 他們做生意嘛 你不要認罪 打吧,打下去吧 當時他給了很大的信心 我說多數都可以的 多數會脫掉的 找了很多案例 但真的不行 不行的,那就進去了 然後我再上訴 再上訴 找一些IQPoint出來 再上訴 去到高院都是說不行的 證明我真的有罪 亦都要接受這個事實 沒辦法 但你那一刻 真是像你剛才所說的 情編霹靂到… 我們要聽首歌 OK 真的想不到這麼快 聽完首歌回來 OK 直接說一下 OK 字幕志愿者 開發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見たか君は 君は マジンガーゼット 聞いたか君は 君は マジンガーゼット 強いんだ 大きいんだ 僕らのロボットなんだ いつでも彼は やってくる 三つの心で呼ぶのなら 生意と 愛と 友情と マジンガーゼット 音楽 OK 聽完首歌回來了 剛才剛入職題 很晴天霹靂地 知道自己 真的要進去嗎 沒有人會接受得到 我相信那一刻你沒想到這麼仔細 我以前是懲教署 你那人這麼灰 這麼不開心 你怎會還想到這些事 你只會覺得沒有人會想坐牢 你那時候應該會想 我猜心理的歷程 為何會坐牢 你是沒有心理準備要坐牢 是 是 到真的要接受坐牢的時候 由你提出那個心路歷程 好的 在宣判那一天 我和太太談笑風生地去法庭 以為沒事 當我是法官說你罪成 要即時入獄 那時候 即時入獄 回想到現在 那段時間 情緒 我已經想不到 因為那時候一片空白 是極度一片空白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像你所說 沒理由想到會進去 現在我再想回回憶 當時的情況 我仍然在一片空白 那時候我不 那時候的情況 腦袋是 轉得很厲害 進去肌流囚室 每一個過程我已經忘記了 因為已經空白了 你沒有想過是這樣 我相信你也會想著 今晚在哪裡吃飯 然後什麼 可以這樣說 我只記得一件事 我進去 所以當中的過程很混亂 很模糊 我只記得一件事 就是我要跟裡面看守的警察說 我曾經是拯救處職員 這個是我保護自己的 是… 我只記得這件事 因為你不知道會怎樣 沒錯 你也離開了那個圈 我想有20年 是不是20年 也有20年 20多年 20多年 不止20多年 差不多30年 你最低限度也會有一個保護式 是不是 你也會說 我曾經是一個什麼 你要想想 怎樣妥善處理我的身分問題 沒錯 是… 總之一片空白 到現在上來 都是一片空白 是… 又回歸回歸回歸 是… 剛才也問過 如果你是一個懲教處職員 是… 你那時候做了四年 你也面對過一些 例如做政府公義 進去坐的人 那些多數那個年代 你們都會特別照顧 是不是都會這樣 我又… 我那時候又沒有接觸到 這種… 因為那時候 我叫做域多里的監獄 是… 他是沒有收這些犯 多數都是收一些 越南難民的法律事的犯 是… 還有一些… 我們叫I.I. 即是非法入境者 是… 沒有遇過做過政府職員 即是那些重犯 那些你還沒接觸到的 沒有… 什麼無期徒刑、終身那些 接觸就… 在以前世間的時候 有見過 見過畢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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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 去到裡面都是人一個 其實都是… 不是的 有不到的 現在說回來 我是… 頂一頂神 那時候一片空白之後 我跟裡面的警察說 我是這個拯救處 以前的職員 這樣 他們會特別安排 首先是會把我在… 那個機樓病房 叫我們俗稱的抽格 是… 把我拿出來 擺在一個沒有人的抽格 是… 然後… 好了,拯救處 來收犯… 全部都帶了手扣 兩個… 我記得兩個人 是一對手扣 是… 兩個人… 我是一個人,一個人手扣 就是沒有黏人的 進去荔枝角 我們叫做收犯 叫做收犯 我已經見到我以前的同期 但你以前… 你轉行後有沒有聯繫 沒有的… 沒有的,轉行後沒有的 認得的 認得的… 還有就是… 因為我跟警察表露了我的身分 是… 進去監房的時候 他們已經知道我是前職員 是… 也有特別的安排 已經見到以前的同期 見到以前的阿瑞 也很尷尬 大家都扮不懂 扮不懂 我在荔枝角 叫做… 叫做拋 我們所謂拋的意思 就是… 你定了罪 已經入罪了 但還未判刑期 是… 叫做… 後判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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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等候判決 等候判決 是比較大的 是 探訪時間比較多 福利比較多 當然我報告之後 懲教署有一個安排 就是… 你要受保護 放了我進去保護組 最初是… 放了我在醫院 醫院… 例子局的醫院 大概住了一個星期 第二星期 放了我去保護組 監防的保護組 其實真的是風化組 基本上是犯非禮強姦案 那些犯 放了在那裡 判了… 兩天之後 再上法庭 判了 判了我18個月 18個月 18個月 即是要坐一年 那時候再進入法律之局 已經是正式監犯 正式監犯 正式監犯 沒錯 但如果你說受保護期間 譬如說 你是等候判決的時候 你說剛才說有不同 和你一個正式監犯 那個差別會在哪裡 差別就是探訪時間 探訪時間會較多 這個… 後判犯 或者是後審犯 他每天都可以探訪 每天都可以 除了星期三之外 因為我也去過監獄探人 他當時的制度 就是一個月 兩次、三次、四次 還要是你和對方的家人合夥 即是我去了 他家人就去不了 總之那個犯只接受兩次 不是的… 不是的 正清吧 剛才我叫拋 後判犯 後審犯 除了星期三之外 都可以探訪 每天都可以探訪 但每個人都可以探訪 但只探15分鐘而已 15分鐘而已 正正式式 真正正正的犯人 每個月 只能夠正正式式探訪的時間 只有兩次 每次是半小時 是 但是呢 是有特別的探訪申 對… 你沒有名字都不能進去 沒錯… 其實不是的 你沒有名字就即時進去 可以嗎 可以… 我以為一定要填名 因為我記得那次探訪很久 我記得那次去哪裡 我記得車柱 是 我只是等… 等了大半小時 是 都還沒到 是 我還沒去過 原來是否要等這麼久 是… 真的 是… 是因為裡面的房子爆 還是… 不管你… 很多原因的… 有些人就說 他不知道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 就趁他回來 沒錯… 那你也要等一等 應該這麼說 各處鄉村各自來 你去赤柱保安森嚴 高度設防監獄 是 高度受保護的監獄 是 那個也有十幾樓 是 你要去探訪他 通知探訪室 是 探訪室 接著要去拿人 當然你剛才說的探訪室 經常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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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等了 就是茶樓等位而已 即是你不要想去到 馬上去哪裡 就沒有這些… 有的,尼島 少去 尼島,沒錯 尼島 尼島有很多位 少人 赤柱 當然有大監獄 有千多二千人 還有就是 那個房子可能是很遠的 我們叫做ESCOR 即是押戒職員 得閒 即是… 我要先得閒 他很忙 有很多人帶 帶一個犯 有一個犯在一個位置 帶去探訪室 中間是有過程的 是有過程的 保安理由 尤其是現在有很多重犯 更加要… 每京都一集都要批准 對,沒錯 我以為是真的稱他過來 這麼簡單 不是這樣 即是後審犯、後判犯 和正式式的監犯 探訪的分別就是這樣 但你說其他待遇 例如說 會否… 餡食也有不同 有,很大不同… 很大不同 很大不同 其實如果進去吃皇家飯 其實沒有不同 皇家飯全部都是一樣 不過,後審犯、後判犯 有一個特別的著情權 你可以吃私家飯 何謂私家飯 私家飯 私家飯就是… 房間指定在附近的餐廳 是可以給你一個餐牌 是 你的家人… 如果你吃私家飯 你的家人是要在餐廳付錢 吃一個月飯 裡面便會很送 當然… 即是那間餐廳 荔枝角那裡認可了? 沒錯 不是一般的餐廳 不可以的 不是的… 是你指定那間茶餐廳 沒錯… 明白… 甚麼都可以吃 茶餐廳的東西 有羊腩煲 蝦椒排骨飯 是… 喝的東西 鴛鴦奶茶 可樂、咖啡 甚至有紅酒 我記得是有紅酒和啤酒的 是 不過,聽說現在的價錢 也挺麻煩的 一個月的私家飯 可能要一萬元 當然,你指定的是甚麼 因為三餐 不是,因為三餐 因為三餐 因為三餐 是 很正常… 很正常… 是,都所值不非 吃私家飯 即是平均一餐 豈不是一百五元餐? 差不多 我不知道現在的價錢是多少 但我聽說真的價值不非 比你出去吃茶餐廳是貴很多的 如果這樣的話 有些人可能舉手堂 算了,我吃不起了 我還是吃黃家飯 可以,會…很多… 很多都是 因為你看到價目表 給你吃也沒用 吃吃下去,轉換來吃黃家飯 吃味道 很多…但有人在… 因為有些人說黃家飯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監倉裡面的飯 是,監倉裡面的飯 是 魚特別腥 肉,你不用想 是 有多薄,切多薄 有多薄 雞翼還要拖開兩邊 燈芯牛肉 叫做燈芯豬肉 燈芯牛肉 燈芯 是好像比煙肉那麼薄 可以…刀工很厲害 應該這樣說 如果說到監犯的… 膳食 我說一次就是 你坐牢 其實坐牢不是最痛苦的 坐牢之前的折磨才會痛苦 但進去坐牢 會奪去你的味覺 奪去你的視覺 奪去你的聽覺 為甚麼 我解釋給你聽 奪去你的味覺 就是監房的膳食 我現在不是批評監房 只是說我以前的感覺 真實情況 是 豬肉、牛肉 我們有12個字形容 叫做… 我忘記了 豬、牛、雞、魚、紅、綠、白 是 豬、牛、雞、魚、紅、綠、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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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理會這幾種東西 豬、牛、雞、魚 星期一 不是… 每天兩餐 每天兩餐 早上吃飯、晚上吃飯 輪流吃 今天吃豬、牛、雞、魚 不理會這幾種東西 魚永遠都是炸魚 其實不是的 我當警察時是有蒸魚的 是 不知道為甚麼 因為方便 其實還有豬、豬肉、牛肉、雞翼 他會加些獻汁 加些獻汁 豬油汁、洋蔥汁 甚麼汁 但其實每樣汁都差不多味道 那天吃豬肉 那天吃牛肉 你是分不出豬肉還是牛肉 因為一樣味 所以為之奪去你的味覺 就是這樣 奪去你的味覺 也是這樣味道 奪去你的視覺 就是因為你穿囚衣 全部囚衣都是啡色 那些警察是穿軍裝 綠色 沒有色彩 在監範上沒有色彩 那就是奪去你的視覺 是 但你聽人說 號碼是否獨一無二 獨一無二 一個人代表一輩子 沒錯 你進去就會有一個一輩號碼 不,你這樣說 你拋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臨時號碼給你的 那個就不是你的終身號碼 但真真正正你 法庭判到你有刑期 你正式犯人 你就是一個正式的終身號碼 終身號碼 以前我們特首曾蔭權先生 政務司、肥龍、許時仁 哪怕曾卓士、曾蔭權先生 他最終的官司脫下 是 他在監範中的號碼 永遠不會再有人重複 都是他的號碼 沒錯 藉著他的檔案 可以這樣形容嗎 是… 一個犯都有一個檔案 是… 就是他的檔案 是… 如果是爭著事 不會了 爭著事,真的再犯了事 都是拿回這個號碼 自出自入 即是出去又回來 出去又回來 都是拿回舊號碼 舊號碼 去用這個號碼 沒錯… 我明白 是… 我曾經在大濫草我監 因為我的身份 可能比較敏感 安排我做一些比較敏感的工作 我在一個指模房的單位 指模房即是專收犯 我曾經接觸過一個犯人的檔案 那個犯人的檔案 只有一個字而已 八字 八字? 八字 只有一個號碼 很老的了… 很老的了… 即是他在懲教… 即是他依然叫監獄署 正正式的號碼制度的時候 他就排第八個犯 現在還沒死 可能已經死了 是啊 那時候也有很多號碼 八字那個真的… 只有一個字而已 八字 八字 我坐牢的時候 我的號碼已經是三之後 牢群交處紀錄會不會是香港… 不是的… 有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還是在戰前已經有… 我不知道… 總之就是有號碼制度之前 只有一個字而已 那個犯人你沒見過 我沒見過 但肯定是那一刻 你見到這個檔案的時候 應該還在生 有檔案就沒死了 八字很誇張 後期也去到五位、六位數 六位數 對 六位數 六位數和單一個數 那你社會進步了 人多了 你犯人的數目就多了 一路一路增加 是 這個是令我很好 我以為由盤古初開始 就有很多… 很多數字,不是的… 不是的 是累積上去的 我記得我在懲教處當警察的時候 是… 犯人的數目是… 五位數字 五位數 三字頭 三字頭 去到我真的正式成為犯人 應該是六位數字 六位數字 六位數字 都是三字頭 三字頭 現在多到四字頭 四十多萬 四十多萬人 即是基本上… 譬如說現在的數目是… 現在的數目是… 四個四字 五個九字 即是香港如果有紀錄以來 監察署有號碼制度以來 就是第499999人坐牢 即是你自己代表那個人的數目 沒錯 即是香港地區的數目 即是第幾個人坐牢 第幾個人坐牢 沒錯 明白… 難怪你重覆犯了,也是用那個號碼 就是這樣 因為很多黑社會 久不久又要再進去 也是用那個號碼 也是用那個號碼 如果這樣會否有些人說 聽你們說有些人的檔案 即是以前演戲說幾尺厚 如果你心目中有沒有那些檔案 厚到真的用過檔案櫃來裝都不夠 那倒沒有 我最多見過一個檔案 我們還要說的是新家 我們說新家很厚 新家很厚 新家很厚 四、五尺 四、五尺 基本上那個檔案裡面是甚麼呢 是法庭的判令 法庭的判令 你所有在監房裡申請的東西 所有的文件都在這裡 即是在這個紀錄上 那那個人其實坐牢才是他的職業 即是開玩笑地說 如果我早前看的電影 不知道是甚麼披風暴 張繼聰當然開玩笑地說 當然最唯一的前途就是坐牢 有吃有住 或者我再說得深入一點 我現在澄清一點 就是因為我離開了監房 已經十年了 十年 我不知道現在 可能我說的已經不更新了 可能電子化 可能現在的檔案已經全部電子化 我不知道 就是我以前見過的東西 我只是說出來 你剛才說積業化 我們叫積返積返 我曾經也做過收犯的工作 我第二次坐牢是一間大腦的監獄 只是坐一些很短期的 很短期的 兩個星期、一個星期 對,我收犯的時候 有時發覺其實是拉黑衣進來 爛身爛細 因為我們要給她穿衣服 我們要把她的衣服保固 放進袋裡 爛身爛細 很多這些… 其實你在街邊看見她 可能是… 可能是導遊、黑衣 不知道要坐兩個星期 坐一個星期就離開 但也看到有些叫積返 她進來時,很大 但她還沒換衣服之前 是很短期的 很短期的 即是爛身爛細 但一換上積返的衣服 她很大 她很熟悉環境 即是她的人生是在裡面 如果這樣熟悉環境 對所有職員都熟悉 什麼歌、什麼歌 我又回來了 什麼歌 她在房間是很有自信的 很有自信的 好,我看著她 看著她離開 即是出冊 她一換回自己以前的衣服 她就很死狗 很死狗 她的樣子是… 潛逃茫茫,不知道怎樣 不知道怎樣 如果你這樣看 你也會覺得 看什麼時候又再回來了 絕對是 絕對是 我也見過 我在大臘不是很長時間 五個月左右 第二次 我親眼見過 也有十多人 是出去再回來 很短期的 我不知道要犯什麼事 有可能犯一些 叫做左階 油雞 你坐牢 坐一個星期也不可以容易 也不是你… 像你所說,慣犯 可能知道你犯什麼事 才可以有這個刑期 是… 但是一般我們不理解的 對法例 你會覺得… 你說殺人放火當然容易 殺人放火不會大膽 不會大膽 但你以為 你去到這麼輕輕的 其實都難度很高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看到的 凡事可能是很輕微的 偷麵包 偷麵包 偷麵包也不用坐 其實 即反便要坐 經常偷麵包也不用坐 博坐 有時拒捕也要坐 即反 甚麼是即反 譬如說 現在你看到的所見所聞 第一次入獄 第一晚 是 你記不記得 你當時 像你所說 你還未接受過事實 是 但你當時的心情 需要多少天 才可以 能夠強大 坦白說 我在正正式式 真的踏入荔枝角 真正坐牢的第一天 其實我對監房的印象 熟悉程度 是很高的 我完全熟悉的 但是換轉身分 是很震撼的 第一個感覺就是眼神 就是 你看到周圍那些人 目光很凶狠 很凶狠 這是你的心理作用 因為其他人看見你 他都覺得你凶狠 沒錯 當然是很不習慣 當然是睡不著 也吃不習慣 也沒甚麼 一片空白 但是需要多少天 才可以把心情平復 三、四天 接受這個事情 三、四天 你要接受這個環境 應該這麼說 三、四天 三、四天 即是當有家人去探望你 這麼快 是的 當有家人去探望 盡快過來探望 當你解決了一些物資 一些文件 一些家裡的情況 你進來之後 外面的反應是怎樣 知道之後 你就會解決了 即是固定了 是 那你去到這一刻 你定了的事情 開始帶來一個問題 你要接受自己 你也有一個很下意識的反應 你也會跟對方說 我是懲教署 我要接受一個保 那你肯整個過程 那12個月左右 其實你這12個月 是否特別處理 沒錯 沒錯 即是很少跟其他反應有接觸 不會 不會 應該這麼說 入到監房 當你是一個懲教署 尤其是監房的職員身分 通常裡面的保安組 千萬不要說你是在監房 千萬不要說 即他們未必會知道 是的 但入到監房後 全世界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然後你當然會受到一些 礼代 礼代 即裡面的我們叫做倉霸 倉霸 會安排一些比較好的東西 我問你 謝謝你,甚麼甚麼 我問你不用了 就說了 每個人都不會搞你 其實知道了 我正常都不搞 沒錯 就是這樣說 不會有人搞你 基本上全世界都知道 然後兩次都是 然後我記得第二次 去大欄的時候 我分派到紫毛房的時候 當然,首先見職員 職員就說 你知道自己以前做過這行 不要到處說 不要讓人知道你做這行 接著我進入一個工作單位 為甚麼搞成這樣 你們是職員 真的搞不搞 很搞笑 真的搞不搞笑 真的搞不搞笑 但在裡面 我聽過其他人說 裡面是不同國籍 不同類型 譬如說不同國籍要分開 譬如說外籍人士會有一堆人 黑社會自己有一堆人 黑社會裡面再分自頭有一堆人 他自己自動埋了一堆去分 譬如說 假設有政府人員 或者紀律部隊的人坐 又是歸回去紀律部隊 那你在裡面 是不是都會覺得 歸回去紀律部隊那邊 一半對一半不對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我第一次坐牢 是在東頭的 其他的大監獄我不知道 我沒有資格坐過 我沒有資格 東頭是一個無飯的監房 它有分兩個地區 一個叫舊譯 一個叫舊譯 新譯是沒有分的 當然是有分的 譬如說我們叫做ON 就是外籍人士 也有越南籍 也有II I就是非法遊警者 他們自己會坐在一起 但他們是沒有分的 成交署員不會特地說 你是這堆就是這堆 這堆就是這堆沒有 基本上是他們自己會坐在一起 自己會坐在一起 另外我也去過舊譯住過 舊譯真的有分黑社會 叫做和字桌 對,或者號碼 號碼,老潮桌 其實是進去 通常進去 你經過一個保安的程序 會報你有沒有黑社會背景 如果你有報的話 去到一些有分黑社會單位的監獄 它就會分開你 在飯堂那裡 你就坐在這裡 這裡全部都是和字 因為你報是和字 就坐和字 但是在倉就沒有 在倉就變成了 這個就睡那裡 那裡就睡那裡 我們稱為奇數 就是在日間活動 在日間活動 吃飯的時候 有分枱 至於你說政府職員 或者受保護的人 會否去分析 其實也有分析 不過就是安排在工作上的分析 譬如說 大家都知道 警察部有幾位警司都坐過牢 鮮錦華等 他們都安排他們做一些 比較沒有接觸外面的工作 譬如是做醫院 譬如我這樣 我會安排做過圖書館 也會做過子毛房 一些比較獨立的崗位 比較少人的工種 他們會安排的 我不知道現在情況是怎樣 但我第二次坐牢 在一個大難的監房 專門收一些黑手 第二次坐牢 或者坐過很多次監 那些叫黑手 反而是沒有分析 說是黑社會 沒有的 沒有分析 因為刑期太短 刑期太短 你分析做甚麼 刑期太短 流動性很大 流動性很大 那就分不了 沒有需要分析 那你說會否是中間有衝突 當然有 打打架也曾經試過 是 但是沒有刻意 用黑社會分開 來管理這個情況 是 我接著想問一問 怎樣在裡面 你一定剛才所說的 衝突場面打架打人 已經見過不少了 那你怎樣為之 在裡面你其身不正 會被人面對這些問題 我覺得留待下一集再說 因為時間又到了 再見 好,下一集再同計 繼續 渦吸一步 用逃跑 looking到 成門 遠足 鋪 全力 會 成型 用牢 不易 頭 涮 造 Hum テ Homeland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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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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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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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慕我依憎 到不甘怯针 寒偶识何捏我心 海头明明想要揣一片蜗 回头难见雪落无症 察觉我立心 迎生死不过问 红尘茫茫白发生 来来回回命里缺缺的人 谁了枕风吹了情分 天窄动人界海不能用 头上那火故事参相终 谁愿注定做英雄 留在孤独场空 结果地要命中不能用 头上这天窃故事参与 缺要之后 杂要彩虹 不见英雄 杂要彩虹 不过我依陪都不放液银 惋怒盛吓脱我心 外头明明想要踩一片坏 回头弹见雪落无限 杂角按压心仍生死不过分 空尘莫望白发生 来来回回命里缺缺的人 谁了枕风吹了情分 天窄动人界海不能用 天窄动人大海不能用 头上南火故事参相终 谁愿注定做英雄 留在孤独场空 天窄动人大海不能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